赵主任今天很开心再次跟您在一块探讨的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当中有很多饮食的物质 今天特别希望您给大家批评 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还能不能吃糖 能不能吃米饭馒头 是不是不吃米饭馒头 就天天吃鸡肉鱼肉优质蛋白质就能好 甚至有的人就干脆不吃饭了 或者吃的特别少觉得血糖就能好 这是不是都是对的 有没有道理您给大家今天说一说 好的 其实糖尿病患者应该说对于饮食上要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如果饮食控制的不好 或者说有一些误区的话 那么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 在门嘴也经常的碰到一些患者 我应该怎么吃 我应该是不是多吃点这个或者多吃点那个 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我们这个饮食要求什么呢 军糖 要求个体 要求这个丰富 多样化 反而不是说让他就仅仅吃某一种东西 这样的话呢 时间长了 他容易出现一些这个营养素的这种不足 所以说你看看我就列举这几个误区 那一个呢就是好多有一些糖尿病患者 那么他啊一看得了糖尿病了 医生说了说糖尿病啊 吃糖多血糖不容易控制 那好了我就坚决不吃糖了 那么和糖相关的都不吃了 我们的淀粉 主要指的是这个馒头啊米饭啊等等这些 那我尽量少吃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时间长了 就会导致一个我们叫热量摄入不足 因为我们身体的热量啊 大部分是来源于我们的主食 馒头米饭啊等等这些 那么热量摄入不足 时间长了之后 身体当中的脂肪就会分解 脂肪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一种物质 这个物质叫什么呢 同体 而这个同体 它是 是一种酸性的物质 如果长时间下去 那么同体产生增加了 在身体当中 越积累越多 这种情况就会导致一个 这个身体出现一个酸中毒的情况 是 这叫糖尿病同症酸中毒 是 所以说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对身体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 所以我们啊 这个主食啊 也要吃馒头米饭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不是说完全禁忌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说 那么我听说吃粗粮 那么对咱这个糖尿病是有好处的 那我把三餐 一日三餐 我都换成粗粮 那么这个 我把馒头换成饼子 窝头 把那个大米饭 换成玉米 小米 对对对 小米 换成那一些这个粗粮的 那么这种情况 其实呢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呢 如果您吃这个粗粮的话呢 对于擦后血糖的这种影响呢 是相对的要小一些 但是如果长期吃粗粮 因为粗粮呢 它里面含这个纤维 膳食纤维比较多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啊 它对于这个胃肠道的影响呢 相对要大一些 也就是说我们好多情况下 我们觉得吃细粮 相对的口感会好一些 但是吃粗粮呢 相对口感要差一些 不好消化 不好消化 所以它时间长了 对胃肠呢 它是一个负担 是 所以说长期吃粗粮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那么也是不提倡的 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 就说 那么我平时啊 尽量少吃一些主食 但是呢 我多吃一些蛋白质 指的是肉 蛋 奶 这些食品 那么这些食品啊 当然是很有营养的 但是吃的时间长了之后呢 那么它 大量的蛋白质的摄入 蛋白质要在肾脏 去排泄的 去分解代谢的 那么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那么会导致一个糖尿病 引起肾脏疾病的这种可能性呢 就会增加 也别过那样的 大量摄入蛋白 当然你该必须补的 这也必须补 但是别天天说 我什么都不吃了 就是优质蛋白质 对 这个也不合适 对 还有呢 就是说很多患者呢 糖尿病患者 他就认为啊 你看你不让我吃甜食 那么水果啊 我也不吃了 其实对于糖尿病患者呢 水果呢 也是可以吃的 但是有一定的条件 那么一个呢 就是我们血糖 要控制相对理想的前提下 相对稳定的前提下 我们是可以吃水果 而且吃水果的时间呢 尽量的控制在两餐之间 对 也就是上午在十点左右 下午呢 在四点左右 而且每一次吃的料 相对呢 要偏小一些 比方说 我们打个比方 然后我们吃苹果 那么上午吃半个 下午呢 再吃半个 这样的话呢 对血糖的影响 相对呢 就会比较小 而且呢 水果里边 它含有的 这个水分比较多 相对的含糖 会相对的少一些 而且它含有一些 这个维生素 所以说呢 吃水果 那么对于我们 提高我们身体的这种 免疫力呢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 我们这饮食 还是提倡多样化的 是这样的 明白了 您今天这么一说 这个误区的确比较多 这个既不能说 我们不吃米和白面了 也不能说呢 全患上醋料 更不能说 天天吃蛋白质 还是呢 应该说 其实比较严格 就是说 在这方面呢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 糖尿病 内分泌科的医生 指导一下 或者说自己平时 多留心一下 相关的内容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不要走偏了 赵博人 跟您约一下 咱们后头 一定要录一期 这个真实的 教大家 怎么吃的 这个密切 大家呢 也敬请关注 也可以关注 头脚号 内分泌科 赵卫财医生